释迦牟尼佛在前面已经刚才 已经跟大家讲清楚 一切众生今有如来得相 你本来都是佛的 就是因为你的忘心分别的心 执着的心感到现在这个样子 生生世世无法解脱 生生世世无法了生死出三界 就是永远用这个忘的心来修行 来修学来看待这个一切众生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怪谁呢 怪我们自己 所以中文果实讲的话非常有道理 把我们的毛病全部通通讲出来 念佛 为什么人家念佛会有成就 不带万修万人去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 念的业的人多 念佛的人很普遍 为什么往生的人少 用心不一样而已 你大家去仔细观察一下 你今天念的佛是用什么时间来念佛 菩提心还是你的忘心 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你看那个诸佛福尚 一生为什么他们的愿力会这么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他们从来都不退转的 他们从来都能够尽得起考验 狂风大浪 他们都不会动摇的 无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 他们从来不会退转的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有这样的坚持 有这样的行驶 因为他们用的是真心 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愿力不强 我们一到境界的时候 考不去 进不去考验 狂风大浪一来 受不了 就退转了 一到境界的时候 不断的在这退转 不断的对这段 对这退转 什么样的原因呢 用戏不一样吗 这边我们有没有去观察 有没有去思维 为什么我们跟佛佛上不一样 佛讲得很清楚 我们其实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样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讲一句心理话 我们今天我们的毛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 我们的毛病从哪里来 佛讲得好 一切法为心草 都是从你那个心而来的 比如说今天你的心不善 什么事情都会出来 今天你的心善了 就是讲你的智慧 你的亲近心 什么事情都能够化解 今天为什么我们无法化解 化除种种的烦恼 因为你用的心不一样吗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一些困扰 让我很烦恼 甚至有时候很不高兴 心闷闷过来